众所周知,TVB拍戏前剧组的花费都是公司算好的,别说多花一分钱,就是正常开销有时候都还不够,吃盒饭还得自己掏腰包去买,本期的Bloge叨叨就和你聊聊TVB剧组为省钱干的那些糟心事儿。 据说现在TVB有些剧组和综艺开始给跑龙套的演员送玩偶当作劳务费,并写上一封感谢信,表示玩偶是无价宝,特辞留年感谢付出。 不少演员都表示被TVB占了便宜,这不是耍无赖吗?可扣演员劳务费,就可以把钱用到福道画上了吗?就可以给主演多开点工资了吗?并没有,就拿戏服来说,基本还是祖传的,幸亏演员演技高超,要不然真是尴尬死了。 一条项链,一件外套,一个手提包,一只攻击碗,他们徘徊在各大剧组,TVB连劳务费都不想给,还会专门花钱买道具吗? 如果演员觉得服装道具不好,和自己角色不匹配,那你可以自掏腰包啊,反正观众看的是你,又不是导演。 TVB对抠门王这个称号已经接受了,所以也不怕人说,但能在TVB长期待下去的演员,不是家里有矿,就是戏吃。 所以为了角色,演员们都不指望剧组能提供啥,都是众人食材火眼高,有钱出钱有力出力,七拼八凑的戏就拍完了。 TVB的电视剧一直都是以剧情和演技打动人,不仅再烂,只要演员和配乐融为一体,观众的激情瞬间被点燃。 为了省钱,TVB剧组带着演员们跋山涉水,跑遍香港,各个街角,公园,郊外,海边去取景,一个拐角,一艘破船,一棵大树,一块岩石,一座离岛,他们都不放过。 当年拍《天龙八部》的时候,大家就是穿着戏服,风餐露宿的找地方拍,这个情景像极了丐帮出来讨饭。 据说为了省钱,演员们都自带干粮,虽然被TVB虐了千百遍,但演员对TVB依旧如初恋啦。 如果能在TVB的道具组混下去,还有什么工作干不了呢? TVB剧组一向都是花钱少还要效果好,为了满足导演想省钱又想出效果的无理要求,道具组也是有心了。 不知道去哪个垃圾站回收了一大堆泡沫塑料和棚布,然后他们用这些塑料造出了瀑布、雪山、石凳、冰窟。 演员们一站到布景里,再加上灯光照射,一股难闻的塑料纹呛得眼睛都受不了,尤其是演员们躺在用棉布做的雪地里,还要表现出很冷的样子,那种酸爽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。 关于吃,TVB剧组更让人糟心,为了省钱让演员们自己从家带菜,如果你不带,TVB就用塑料在盘子里烂鱼充树,就问你能下得去嘴吗? 所以剧组特别喜欢拍打鞭炉的戏,演员们自带菜和火锅底料,剧组只需热一锅水就行了。 关键是这锅就是道具组用了30年的破砂锅或者不锈钢盆,对此TVB演员表示理解,总比吃塑料和冷饭强太多了,也不用自掏腰包买盒饭,TVB演员就是这么容易被满足,所以有人说想在TVB混就必须做到铁角、马眼、神仙肚,还要厚脸皮,因为TVB剧组不仅对演员们抠门,导演的脾气还都火爆,口吐莲花那是很常见的,其实你不必介意,你看到的那些港圈大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。 未省钱送罗嘉英洗发水,这就是我们认识的TVB啊,当年拍《无双谱》的时候,由于这是一部神话剧,TVB没有做特效的经费,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幕,这一幕,还有这一幕,还有龟金的外壳分明就是用皮子做的,从侧面一看,龟壳都扁了。 还有法政先锋二中,欧阳振华和蒙家会结婚那场戏,你看这蛋糕都是用塑料做的,我就说蒙家会和欧阳振华切蛋糕的时候,怎么笑得如此尴尬。 还有刑事真机档案二中,小朋友吃饭那场戏,红碗里都是空的,不愧是你啊TVB,在省钱这块一向都是绝绝子。 所以有人就给TVB编了一段省钱大发,衣服大家穿,豪宅大家住,食街大家哭,菜指点不吃,新三年就三年,缝缝补补补又三年,甚至连皇帝的龙袍都是万年不变的,也不管是啥朝代,为了将省钱贯彻到底,TVB剧组拍戏周期很短,就算是五六十集的大戏,最多半年也搞定了。 我们说TVB抠门,但人家高层回应,这不是为了省钱,而是为了环保,好吧,怎么说,你都有理,谁让TVB经典闹剧百看不厌呢,这些bug就视而不见了,反正TVB抠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如果他大手笔一次,我们反而不适应了,你认为呢?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咯。